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这是一个带调温开关的电烙铁 它现在的故障是插电以后 只是灯亮 但是烙铁不热 什么原因呢 我们可以打开仔细研究一下 这是开关 这是调温电位器 后边有几个螺丝 我给它卸开了 我们看内部构造并不复杂 这是一个BT137可控硅 指示灯 四个二级管 负电位器 这是可调电位器 两个50K的电阻 22K的一个电阻 一个电容 双向二级管 这三根线 这个绿线是地线 也就是接外边大地的线 是防静电的 这两个就是烙铁锡的加热线 这两个是输入的线 也就是220V输入的线 这个是开关 这个是外边接地的线 这个电路我给它画成了图 我们看一下 这是烙铁锡 这是一个线流电阻 这又一个线流电阻 这是一个分压电阻 接到这端 这个是指示灯 这个是总开关 就是我们这个总开关 指示灯就是这个红的 这是线流电阻和分压电阻 这个就是双向二级管 就是这个 这个是双向可控硅 就是这个BT137 主电位器 副电位器 四个二级管 两个50K电阻 这一端并联了一个电阻 这一端是保险 我们看一下工作原理 这一端是零线 这一端是火线 当开关闭合以后 指示灯就被点亮了 这一端加到T2端 这一端通过加热丝 加到T1端 T2端的电压通过电位器 还有这个 这一端 副电位器 加到双向二级管的这一端 这个位置有一个电容 就是这个电容 是触发电容 当这个电容上的电压 达到一定的值 双向二级管 击穿导通 触发可控硅 从而使双向可控硅 导通 电流通过 零线 可控硅 发热丝 回到火线 改变电位器的组织 就改变了电容充电的速度 从而改变了可控硅的 导通角 就调节了 烙铁芯的温度 这四个二级管 包括这两个电阻 它的作用应该是给 除发信号线辅的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电烙铁哪里坏了 首先我们把万用表 打的二级管档 我们测量一下保险 是否烧毁 没有问题 我们在挨个测量这个电阻 是否有损坏的 发现没有损坏的 实际上呢 这个可控硅也没有损坏 它没有问题 那问题出在哪呢 其实用望闻问切的方法 这个可控硅接触不良 下面我们把这个可控硅给它焊好 应该就可以加热了 好到这里我们就给它修好了 温度也上来了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可控硅 温度太高 它没有加散热片 所以呢就开汗了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